于是,佛告米蕾菩萨如形意为末节文迹 这一章也是分两颗。第一颗,佛命米蕾菩萨去闻病。 第二颗是持不堪,分四颗。第一颗是持不堪。 米蕾白佛言世尊,恶不堪言一笔问计。 阿罗汉不敢去问病。 现在米蕾菩萨也同样这样说,不堪言一笔问计。 这可见,唯末菩萨的智慧,它的智慧的确是高深莫测。 所以这是显示唯末菩萨的书生的智慧。 下边第二颗,恶不堪之由。 所以,我不堪言一笔问计的所以,是什么呢? 是意念恶惜,为兜率天王,记其眷属。 说不堪言一笔说不退转地之行。 事情也是过去了。 现在米蕾菩萨在法会大众之中,有重说一遍。 以前米蕾菩萨为兜率天王,记其眷属说法的时候。 这个兜率翻到中国话是知足的意思。 就是那个天上的人,他们的遇落也是非常殊胜的。 虽然是享受那么殊胜的遇落,但是常常知足,生知足相。 那么也是因为听佛菩萨说法的关系,常有佛法的知印,佛法的教导。 所以这个烦恶特不重,所以常知足,名为,叫做兜率天。 这在欲界里边一共是六天。 这一天是第四天,第四成天,从世王天向上输。 第一天是世王天,第二天是道理天,第三是夜幕天,第四是兜率天。 既其眷属和他们的眷属说不退转地之心。 就是弥勒菩萨为他们宣说不退转地之法门。 这个不退转这句话怎么讲呢? 实际上说你要见到诸法如才能够不退转。 你不能见到这个地意空,心里面总是浮动。 所以说不退转地。 所以说不退转地,说不退转,应该是说这样的法门。 这个地这个字,这个大地能够生长万物。 你要能见到真如理之后,能够修行万善,修行无量功德普度众生。 是这利他,所以叫做地。 见到这个真如理之后,并不是究竟圆满了。 是初开始的时候。 初开始见到这个真如理之后,他会继续向前进。 继续用功修行,到佛地才圆满。 现在是在阴中昧道佛国。 他需要向前进,所以叫做行。 命令。 弥勒菩萨为他们宣说这样的法门。 那么这个是,叫做不退转。 这个不退转,初得无声法引的时候,就是见到诸法如了。 那么这时候这个不退 实在来说 就是不退为凡夫了 就是为不退 他入了圣位以后 有进而无退 在这之前还有一个信不退 就是他长时期的学习佛法 他对佛法的信心很坚固 不动摇了 不管遇到什么因缘 他的信心不可破坏 所以叫做信不退 那还不是圣位 没有入圣位 在入圣之前的时候 有这样的信心 那么这个信心 也是要经过长时期的学习佛法 长时期的用功修行 才能成就的 所以是完全不学习佛法 我听我的朋友说佛法好 那样的信心是不坚定的 说不退转地之行 这里边也有一个意味 就是我们学习了佛法 佛法里面会告诉我们 世界上的事情是苦 人生是苦 天上也是一样 但是学习佛法是一个时间 并不是咒约六世的 等到回到这个欲的境界去就退了 所以为弥勒佛社 为天上的人 说不退转地之行 你不要退 也有这样的味道 诗为莫皆来为恶言 在下面 证述悲谈之事 前边 米蕾菩萨 为诸天 说不退转地之行 这是一个因由 因此 而米蕾菩萨来 呵斥它 是这样的意思 证述悲谈之事 分五颗 第一课 第一课先决定 先决定一下 诗为莫皆来为恶言 这时候来到这里 就在这大众之中 对米蕾菩萨说 米蕾 四尊受淫者记 一生当得阿多罗三妙三不地 那么先把这个题目 先把它标出来 招呼米蕾菩萨 是师尊 是释迦牟尼佛陀 受淫者记 就是受者愉悦 就是说给你 就是用语言 这样说明这件事 这个记是什么 记是种种差别的意思 说你修行的结果 在将来呀 会有各式各样的情形 在什么什么样的世界 在哪一个结 你会成佛了 就是佛号什么名字 要经过多少时间 要供养佛 要供佛 度众生 然后成佛的时候 为众生说法 正法诸事 相法诸事 这些事情 这些个别的 成佛的时候 这些差别的相貌 这叫做受记 师尊为淫者受记 说什么呢 说一生当度 奥多罗善妙善不提 好 那你只有这一生 你就可以成佛了 就是这样意思 这个一生 有两种解释 就是米里菩萨 蒙释迦佛的受记 是这一生 是在印尽 这个不算数 是说米里菩萨 就是生到 生到都帅天 那一生 都帅天是四千岁 银监四百年 都帅天是一周夜 这么三十周夜为一个月 十二月为一年 这样四千年 他那里的寿命 是这么长 那么经过四千岁以后 来到 来到银监 那个时候银时间是八万岁 也有说八万四千岁 这个时候成佛 所以这一生就指在都帅天的一生 这是一个解释 第二解释说是来到阴间 从天上来到阴间的时候 这一生 得奥多罗三百三百三百地 事实上就是 在佛在阴间 为米里菩萨授记 他在阴间一生 然后到天上的一生 由天上再来阴间有一生 这一生里面 得奥多罗三百三百地 这样子 这个 得奥多罗三百三百地 就是得了一切种知了 就是成佛了 这个 在米里上圣经 米里菩萨授记上说 你 佛说 从事以后 十二年 他升到 都帅天 但是米里上圣经 是在哪一年说的 这就不知道 唯用和声 得受 几乎 过去也 未来也 现在也 前面 先标出个题目 然后 米里菩萨就 呵斥这件事 分两颗 第一颗是 就生门 第二颗就无生门 就生门 分三颗 第一颗先要三思 定得记 是 唯用和声 得受 几乎 我是 佛说 你一生 得无上 菩提 在这一生里边 也有 过去 有未来 有现在 那你说 你用哪一生 得受 阿尔多罗三法 三法提基尼 是这么句话 这是过去生 是未来生 是现在生 要是用 一天一天来算 那么就是 昨天是过去 今天是现在 明天就是未来 如果用年来算 那么过去的一年 现在的一年 未来的一年 也可以分过去 未来 现在 那么就是这样子 来观察这个时间的过去 未来和现在 要过去生 过去生已灭 要未来生 未来生未知 要现在生 现在生无助 这是第二课 正破三世 则继 这一生 要是阴间的一生 那当然 那个时候 阴的寿命 就是要用八万岁来说 那时间也是很长的 时间是长 也用三世来分析 可以用年 月 日 时 来分析 总而言之 可以分三个阶段 常个阶段 你这个一生 在时间上 有这么样的变化 那么你用哪一生 收记 你要过去生 过去生 一月 要是已经过去 那一生 那一生 在时间上 就是不存在了 过去了 已经不存在了 不存在了 那就不能用那一生来收记 要未来生 未来生 为之 要是说是指未来说 或者说指你这个生命 是未来的部分 未来到现在还没在 还没到现在 还没有出现 那也不能算数 要现在生 现在生 无助 如果指现前的这个时间来说 这个时间呢 它不能够停止在那里 无助 这个助就是停在那里 它不能停在那里 那怎么样 根据它来收记呢 如佛所说 必求 如今 即时 以生 以老以命 这下面 引佛语为正 现在生 我们通常 来观察这件事 过去未来 是不是事实 当然是不算数 现在是存在这里 那也就应该说是何道理 以现在生 来收记 那么这个 明磊菩萨就 这个 维尼玛居士就引这个 佛地所说的话 说必求 如今 即时 一生 一劳一劣 这看出 现在生 也是靠不住的 也是有变化的 这个 如今 即时 一生 一劳一劣 这是要差诺说的 要极短的时间来说 就是 这个极短的时间 这一刹夺间 这件事出现了 这一刹夺 这一刹夺出现的时候 即时 一生 一劳一灭 这生的时候就是 劳就是灭了 那这怎么解释这件事呢 这个是在 我们读这个 玉切实的论 还没读到 在那个第46卷里面 说到 解释这件事 这个 怎么叫做 老呢 这个老是 变异的意思 生 住 以灭 这个住就不说了 就说这个 异 就是老的意思 老就是变异了 怎么叫做变异呢 就是这一刹夺间 出现的这件事 也就是这个生 和前一刹夺来对比的时候 已经变异了 已经不同了 那就叫做老 这一刹夺就灭了 那么就叫做灭 所以即使 一生 也是老 也是灭 就是 这一刹夺间 就有这么多的变化 所以 佛这么解释了 这么解释了 所以 现在生 现在生 无诸 这句话是有道理的 有佛语为证 你不能不承认这件事的 这可见 这个生 这是要无常的意思来解释 要无常的 这个生灭的变化来解释 这个生是不是真实的 所以 一生 一生 得计 这一生 这句话 不能成立 如果要是 要后边 是要诸法如 如果这里 也要诸法如意来解释 那个生 就是不可得了 那么 怎么能够 要一生 得奥多了三百三不提 这件事不成立了 要一无声 得受计者 无声 即是正位 前面要生 受计 这是一个 我们 没得圣道的人 我们也可以 可以理解 可以理解这件事 那么正好是 那么 这个三丈教的菩萨 正好就是这个境界 这个境界 现在是 要这个无常的生命变化 把这一生 破掉了 那不能要一生 得受计的 下面要 要无声门 来破这个受计 那这就是要 当然要 修小圣道 深刻了的人 但是三丈教的菩萨 他能不知道 那个真谛里的道理吗 他应该也会知道 他应该也会知道 谁要一无声 得受计者 无声 即是正位 要无声门来破的时候 分两课 第一课 要无声的道理来破 第二课 要无声的修行来破 先要理来破 要有无声 得受计者 没有这一生 过去生不可得 未来生不可得 现在也是不可得 无声 无声得受计者 当然这个无声 这个真理 是一切圣人 所证悟的第一地 叫做无声 这样子 那么这样意思说 是有无声 得受计者 受计这个事情 有是秘密受计 就是你不知道 给你受计 你还不知道 第二个 要这个 未发心 就受计了 你没有发无上部的心 就给你受计了 也有这个事情 没有发无上部的心 这样因 得受计 我们在大致的论上 看见一件事 就是佛给这个鸟受计 佛问舍利弗尊者 你看这个鸟 过了多少节 多少节以后的情形怎么样 那么舍利弗尊者 看了八万节以后 就看不见 就不知道了 不知道这个鸟将来怎么样 那么佛说 这个鸟过了八万节以后 以后 九元九元以后 他在一个时期 遇见佛 才被散根 后来得了 就得了个病之佛 就是说这些事情 那么这也是 他这个鸟 那时候还没发布这些 佛也给他收计了 就是未发心 也给他收计 第三个 就是现前计 不是秘密收计 现前 就是当他的面 说他将来 是得阿鲁汉 是得毕之佛 是得无上不提 那么这样的人 你要到什么程度 你要到内凡的时候 南定义斯第一 到这个时候 他能够调伏烦恼了 你为他收计的时候 他也不会高慢 就算是有一点 他还能调伏 他也不会懈怠 佛就给他收计了 要是因为受了计以后 高慢了 懈怠了 那就 佛就不会给他收计了 这是第三种 第四种是无声计 就是已经得无声发言了 那这是圣音 他能够有能力 自己用功修行 也有能力 教化众生了 这是圣音 这叫无声计 有这四种受计 这在守龙岩经上 不是那个大佛庭守龙岩经 是那个守龙岩三昧经 秘密受计 未发心受计 现前受计 无声计 他也就四种不同 现在说 要有无声的受计者 就是已经得无声发言 见到第一第一点 那这个 这是给他受计 这个话的意思是说 是尊受计者计 一声当得奥多勒三百三不提 那个声过去不可得 现在不可得 未来不可得 一声靠不住了 不能一声为受计 那无声可以受计了吗 就是得无声发言 这时候佛可以受计 那这也是佛说的嘛 那么这底下嘛 就是破这件事 无声既是正位 这个法本不生 尽灾不灭 观一切法如的时候 这里边无忧烧法可得 那么这件事 这个无声无灭的理性是正位 什么叫正位呢 是一切圣人安乐住的地方 这个位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安住在那里 这个是坐位 你坐在那里 这是你的位置 你可以坐在那里 或者你站在那里 这个位是安住的意思 第二个是相应的意思 相应的意思 这个无声无灭的真理 是一切圣人安乐住的地方 那么这个地方呢 于正位中一无受计 在这个正位 就是无声无灭 就是诸法如这个地方 那里面没有受计这件事 因为这里边无射受相应是 无一二必是神义 佛也是 有少法可得 愿见诸相非相 几名如来 几见如来 佛也是如 众生也是如 菩萨也是如 一切都是如 这里面没有谁来受计 谁是受计者 没有这回事情 一无受计 一无得多罗三秒三八地 在如这个地方 也没有凡圣的差别 因为众生和佛的差别 说谁得啊 都多罗三秒三八地 这都是喜论 有得啊 多罗三秒三八地 没有这件事 没有少法可得 所以在无声这里 这个真理 这个诸法如这来看 也不见有 不见有迷雷受一生计的呀 怎么会说 你佛为迷雷不是受一生计的 那也这回事情 这样子 破这些 为受如生得受计 为受如灭得受计 这是第二课 第二课 要这个无声行 就是观一些法不生无灭的修行 从这里得受计 这个意思是说 弥雷不是同意了 要是以无声得受计 无声即是正位 于正位中 有受计 以无得多罗三八三地 在如这个地方 没有受计这回事 也同意了 但是弥雷不是心里面想 就是观诸法如 在用功修行的时候 观诸法如的时候 会有出现两件事 一个是成就了清净的智慧 一个是灭出一切烦恼 灭出一切烦恼是断德 成就智慧是智德 有智断而德 观诸法如的时候 会成就智德 成就断德 这个诸法如这个地方 无有法生 但是你要观诸法如 你就生出智慧来 诸法如这个地方 也没有法可灭 但是观诸法如的时候 烦恼就不生了 所以它会有智德有断德 那么智德断德 圆满的时候就是佛 那么就因此而的受计 这个是应该成立的了 所以米勒布什心里面有这样的想法 那么现在这个维母局是预先知道了 也就按照这个地方来破 破这件事 这里分四课 第一个是双定 为处如生的受计 为处如灭的受计 这个四弟 在一切修行人 得了无声发言之后 他不会停留在那里 他要继续观诸法如 就成就了无分别的智慧 成就一个通达诸法实相的智慧 建立起来了 这样子就有智慧了 智慧圆满了 就是阿多罗三百三菩提 那么就得受无上菩提祭了 是吗 是这样子吗 就是为处如生的受计 这是第一句话 为处如灭的受计 这个修行人 虽然得成圣道了 烦恼还没有完全清除 没有完全的消灭 还要继续的观诸法如 灭出去有所得的这些虚妄分别 那么这个烦恼就是 逐渐逐渐的就减少了 出的无声发言 这个烦恼战还没完全清除 那要到的八地菩萨以后 那还要断着沉沙祸 沉沙祸 无明祸 还有很多的烦恼都要消除 那继续不断的修行 要是从三大阿生期节来计算的话 那从德无声发言到第七地 是第二阿生期节 从第八地要到佛地 又是一大阿生期节 三大阿生期节 那就应该说 从德无声发言开始计算 还有两大阿生期节 要去修行圣道 增长智慧断除烦恼地 所以那里面有生也有灭 智慧现前逐渐的圆满了 烦恼逐渐的减少 究竟清净了 有这两件事 那么说 为辱如生得受机也 为辱如灭得受机也 是这样子吗 是唯门句是问 唯门句是由自己回答 第二个双破 这个是双难 要以如生得受机者 如有生 要以如灭得受机者 如有灭 原来的意思 观察诸法如会成就智慧 因此而得受机者 如有生 但是你观察诸法如的时候 这不见有少法生 实际上是这样子 你要以如灭得受机者 观察诸法如的时候 也不见有少法灭 这个如里面没有生有灭 诸法如这个地方 不见有少法生 也不见有少法灭 因为这一切 因缘生法 都是寄灭相 这是要 如果你要按 要这个诸法如 说有生有灭的话 那有生有灭 就不是诸法如了 就不是诸法如了 就变成死出地了 如地能得受机吗 所以说 所以要以如生得受机者 如有生 也如灭者得受机者 如有灭 那这个自得断得 这个地方不能成就 这个是单要如这方面来说 当然如没有生灭 那就自得断得不成就 要说是 从这个自得断得这方面来看 是观察诸法如 是有智慧现前 观察诸法如 是能消灭烦恼的 是这样子 但是你要观察这个智慧的现前 也是纪灭相 也是 这个智慧 也不自生 不他生 也不共生 不无厌生 烦恼也是不自生 他生 不共生 不无厌生 那么都是寂灭相 智慧也不可得 烦恼也不可得 那么自得也不可得 断得也不可得了 那你说 为如生的受机 为如灭的受机 都不能成立了 那么这是 双破 下面第三颗 双病 两颗 第一颗 以视如为病 断 这个病 就是彼此相对立 彼量 彼量 就是这样意思 彼此相对 这样意思 一切众生 皆如也 一切法 已如也 众圣贤 已如也 至于命类 已如也 要命类得受机者 一切众生 已应受机 随者和 福如者 不而不已 相病 是这样意思 就是彼此相比 相对比一下 怎么样比呢 一切众生 皆如也 这个众生 是 要佛法来说 就是 五蕴和合 从无死皆来 不断地生死 这是一个 说说生死的因 说说生死的众生 就是这样意思 离开了 舍受显示 另外没有众生可得 所以这个众生 但是个假名字 它本身 它是个假名字 五蕴 是由舍受显示 的法的 就是 要这五蕴 名为众生 离开了五蕴 没有众生 所以众生诞成个假名字 这个假名字 自性是不可得的 所以假 这个假名字是如意 是也是如法 如 也是如 所以一切众生 皆如也 一切法 一如意 就是舍受显示 仰而彼舍深意 世间法 树世间法 这一切法 也都是 因缘所有 也都是自性空的 无有 无有 少法 可得 也不见有 众生 可得 一些众 圣 一如意 前面 众生 是因 一切法 是法 因 法 那就是要 凡夫说的 这下面 众 圣 圣 就是 佛教徒 佛教徒 得了圣道的 恩 得了圣道的 圣 圣 或者是 前面 南定隐私的 一名字为贤 或者把外藩 也算在内 外藩内藩是贤 建道以后 名字为圣 比如 圣文言 也有圣贤 比之佛 也有圣贤 那么 就这些 圣文和阿罗汉 圣文的阿罗汉 和这个比之佛 这些圣贤 这些圣贤 也都是 也是 要五蕴 有假名的圣贤 而五蕴 本身 也都是 圣贤之法 也都是 毕竟空击的 也都是如意 也都是如 至于弥类 如也 众圣贤 就是 神威元教说 那个菩萨 就是这一句话了 名列菩萨代表一切菩萨 一切菩萨发来无上菩提心的这些 修六度万恒 自立利他的这些人 也都是 因缘所有 也都是自行空击 也都是如意 也都是如意 那么彼此无差别 彼此是无差别相的 彼此在如意上来说 彼此是无差别 凡夫和圣贤和弥类菩萨 此中无有差别相 彼此相比 那就是没有彼此的界限量 没有彼此的对立的 是统一了 无差别相的一个如意 要弥类得受计者 一切众生 一样受计 所以现在弥类菩萨 你或者是一生得受计 或者要无生得受计 要以如生得受计 或者如灭得受计 你弥类菩萨得受计 多了三分三分的计量 那么你也是如 那么一切众生也是如 你这个如能得受计 一切众生也应该受计量 一切众生不能受计 那么你弥类菩萨也不能受计 因为大家都是无差别相 这个意思 所以 因为什么弥类菩萨得受计 一切众生已经受计 弥类菩萨的如 和一切众生的如 这个如是无二 不二也不义 在体性上是无差别的 所以不二 不义在相上 表现以外的相上 在如上也是无差别 所以你弥类菩萨收计 一切众生也应该收计 佛不给一切众生收计 那为什么单独给你收计 不可当 不可能 没这个道理 这个意思 这个前面这是四句 以众生皆如也 一切伐以如也一句 众生先以如也 至于弥类以如也 这一共是四句 四句现在只说了一句 就是弥类菩萨和一切众生相对 说了 中间呢 就是 就是这个 要弥类得受计者 一切法已应受计 福利者和福祝者不二不义 要弥类菩萨得受计者 众生先已应受计 所谓者和福祝者不二不义 应该 这几句就略去了 略去了 这一切法受计这地方有点事情 一切法有有情有无情的差别 这个有情那就是在一切众生那里代表了 无情的一切法 你也是如 也是如 也是如 但是佛可是说了 无情的三合大地 他们不会修修界定慧的 他不能发无上菩提心的 也不能发处理心的 佛怎么会为他受计 但是他也是如 那他不能受计 你也不是如能受计吗 这里也是有彼此相并的意思 味道 那么这是一切法入 众圣先已如也 就是给阿罗汉受计 这件事 只有到法画经才有这件事 在法画经的时候 复为一切阿罗汉受计了 但是在没到法画经 其他的经论里面 经历没有这件事 所以这上面说 要是弥雷得受计者 众圣先也要受计 众圣先没能受计 那也不能给弥雷不受计了 是这个意思 但是这两段 文就略去了 没有提 是这个意思 但这是正面来说 反面说 就是要是不给一切法受计 那也不应该给弥雷不受计 要不给阿罗汉受计 也不应该给弥雷不受计 这就是从法面说了 就是彼此相病 亚弥雷得阿罗汉受计者 第三个双病 第三个双病 这是第四个双结 结束这一段 同时也加以结识 分两个 第一个要破智得识 好 要弥雷得阿罗汉摩三不提者 弥雷不受计者 弥雷不受计者 也是如 他的舌头显示也是如 弥雷不受计者 这个名字也是如 那么 因但是他 得佛为受 一生 阿罗汉摩三不提者 这样子 说一切众生 接应的 弥雷不是圣音 断出去 捂住烦恼 无名或可能 姑且说可能还有小小 小小 很微少的一部分没有断 也可以说完全断了 是一个清静的圣音 一切众生 完全没有修小圣道 那么神口意 弥雷不受计者 都是污秽的 无助烦恼 都是举足的 这一凡一圣 但是 弥雷不着 他是诸法如 得阿多罗汉摩三不提 一切众生 也应该得阿多罗汉摩三不提的 所以 这和什么道理呢 一切众生 即不提者 一切众生的 身口意 他的雅耳必胜身意 这一念心 都是如 那就是十相菩提 这个菩提 是一个清静的智慧 叫做菩提 但是这个 这个清静的智慧 要观诸法如 才能得到清静的智慧 所以如也是菩提 这个 诸法如也是菩提 通达 诸法如的智慧也是菩提 这两个都是菩提 现在说 一切众生即不得相 就是 只是诸法如 一切众生没得阿多罗汉摩三不提 没得菩提 但是他是诸法如是具足的 虽然呢 他的烦恼很多很多 但是那个第一地还在 还是在 没有失调 所以从他的第一地上说 一切众生即不提下 也就是阿多罗汉摩三不提 是无差别的 所以你 弥雷菩萨得阿多罗汉摩三不提 一切众生即不提下 也是得阿多罗汉摩三不提了 得阿多罗汉摩三不提 当然这是本性 本来的是这样子 本来是诸法如意嘛 那么叫做无上菩提 但这样说呢 就不在这个诸法如意上来看呢 就不能说 再修行得阿多罗汉摩三不提 没这个道理 这样说 阿多罗汉摩三不提不可得 所以是有这个味道 阿弥雷得灭度者 一切众生已应灭度 这是要断的 要破这个断的解释 是 只要灭了菩萨 他经过三大阿生期间 他是得了大波涅槃了 灭度 灭出去五助烦恼 度 就是泄脱了两种生死 五助烦恼是因 二种生死是果 就是灭了这个因 灭了生死的因 也泄脱了生死的果 叫度 合起来嘛 叫灭度 就是 米勒菩萨修 修宵圣道三大阿生期间 他的身口已达到春清净的境界 一切的货业苦 完全泄脱了 米勒菩萨有这样的成就 这样子 一切众生已应灭度 米勒菩萨得灭度 有这样的成就 真是非常的难得 非常的 特别的殊胜 殊胜庄严 一切众生 虽然没有三大阿生期间的发心 但是在诸法如上来说 那也就是灭度的境界 无差别下 所以 因为什么这么说呢 诸佛之一切众生必经济灭 纪念凡乡不复更灭 凡夫的右眼 那说的话都不算数 现在说诸佛 诸佛的佛眼的智慧 所以来见一看一切众生必经济灭 就是完全是济灭下 无有少法生也无有少法灭 必经济灭 就是他的一切的烦恼 一切的舍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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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舍 在诸法如上看 他不需要再修行来灭烦恼 不需要这件事 那就是涅槃的境界了 不需要再修行去得涅槃的 没有这回事行 那么这句话呢 涅槃不可得 前面那句话是菩提不可得 所以因菩提涅槃而的授记 这句话不能成立 这个味道 这个意思 世古弥勒无以此法 诱诸天子 世无法 多罗三秒三不得心者 一无退热 前面这一段的呵斥 这一段正式的说明里 不是有过失 就呵斥他了 三段 第一课正结果 正是说他有过失 世古弥勒 所以有前面这一大段文 这一大段的法语 可以知道 无以此法 诱诸天子 你弥勒菩萨 不要说有无上菩提 得无上菩提 这样是要来诱惑诸天子 诸天子就是因为你要 佛为你受寄了 他们也对你特别有恭敬心 来听你说法 说不退转的之意 但是你要知道 菩提都是不可得的 你菩提本来无有上法可得 你偏说有菩提 来诱惑诸天子 让他们发心 那么就是 至少有菩提的时候 这是不对的 不应该这样诱惑诸天子 不应该这样子 诱语发阿奥多罗善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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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 不退者也没有一个人从无上菩提从诸法如这种退了 没有这回事 他怎么的都是诸法如 也没有人进也没有人退 也没有这回事情 你说有进有退 有阿阿多罗三百三不提 有发阿阿多罗三百三不提心者 这都是戏论 这个意思 那么这是结果 你有所得 这意思就是 呵斥米磊菩萨有所得的意思 米磊当令持住天知 舍欲分别菩提之见 第二个劝舍见 唯本就是有招呼米磊菩萨 说是你当令持住天知 你应该教导这些天知 他们气舍分别菩提之见 在无上菩提这里其种种分别 有种种指导 见就是指导的意思 劝他们气舍这些分别 气舍这些指导 这样子才对提 不要用有所得 有无上菩提 当不退转的意思 来诱惑他们 来气光他们 不应该这样子 这个是 这个维米磊菩萨这样 呵斥他 所以这和菩提者 不可以深得 不可以心得 这下面呢 识劝舍意 来解释 为什么要劝舍 分别菩提之见 在无上菩提这里 其种种分别 有种种指导 不应该这样子 菩提者不可以深得 在无上菩提 你不可以用深来得 无上菩提 也不可以用心得 无上菩提的 这样子的意思 这个怎么叫做深得 怎么叫做心得 在大致论上 有一段解释的 有一段解释 大致论上 先说一个比喻 先说一个比喻 这是一个贫穷的人 贫穷的人 我们昨天 讲那个狐狸的故事 狐狸成功了 做了寿终之王了 想要娶国王的女儿 做伴侣 现在说这个 不是说狐狸 说淫 这个淫是很贫穷的人 想要娶这个富贵家的女儿 做妻 做妻 这个事 那么富贵家的这个妻 还算好 没有气色这个穷人 但是有个条件 说是你要把你的家 弄得好好的 把你房住的房子 弄得清静一点 清静一点 就可以同你做夫妻 这是一个比喻 比喻说什么呢 这个发无上菩提心的人 他想要得无上菩提 想要得无上菩提 这无上菩提就对他说了 说你要好好努力 可以修习要种种功德 得到要得了 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了 才可以得无上菩提 就是这样的意思 那么这样说呢 这叫做一身德 身德 把这个身体 庄严成为三十二相八十种好 然后无上菩提 才能住在你的身体里面 这叫做深德 还有心德 心德那就是在菩提树下 修缘器官 这个正习俱进 一念相应会 正习俱进 这个烦恼章 和这个所知章都尽量 这是心清净量 才得 多了三秒三不低 那么叫做心德 这叫做心德 现在说 菩提者不可依身德 也不可依心德 比如经常经常 要以舍见恶 依身求恶 身心最大部分解出来 那就是不可依身心德 身也不可得 心也不可得 身本身 也没有身 也没有心 怎么能用心 用身去得无上菩提呢 这样意思 能得的不可得 所得的也不可得 菩提是不可得的 是这样意思 所以你不要 舍一分别 这些菩提之见呢 无以此法 又如天知 受法多了三秒 三不低心者 是这样意思 这些话和后边的话 也都是一致的 后面说 既灭是不得 灭诸相骨 后面这个话 那和前面的穆监连章 法昌既言 灭诸相骨 法律相骨 这个意义都是相合的 但是前面是圣文 是阿罗汉 是维末居士来呵斥 也就是开示 开示这些阿罗汉的 这些妙法 而这里是开示大菩萨 他们是一样的吧 是相同的 是不相同的 在文字的本身 经文的本身 当然我们不容易 我们就这么读 我们可能不知道 不知道他们里面的差别 我们看不出来 这个差别 但是你要是 要是细心一点 读这个大乘经论 也就会感觉到 这里面有差别 就是不一样的 什么不一样的 我昨天是前天 已经说过这件事 当然这个就是 观色到 在大乘佛法里面 这个小派的差别 这个小派里面的理论 也是不一样 比如说 天台中 批评三论中 批评三论中 这句话还应该重新说 比如说 我们去读圣赵大师 赵论 读他讲的 《维木经》《首射经》《诸》 圣赵大师 他有读《维木经》的《诸》 就是观中 就是《维木经》 要是家乡大师 他是三论中的一位大德 但是他的著作又有一点不同 有点不同 所以这个是 这个 印顺拉法师也提到这里 这个三论和三论中 还是有点差别的 的确是 这个 家乡大师的思想 那和这个 观中的这些 因为大德 也有点不同 有点不同 也可以把三论中算在内 就和以前的这个思想 有点不同了 但要是我们不读 这些古德的著作 我们也可能 还是迷迷糊糊的 由于古德的开始 然后我们再去读 这些大乘经论的时候 应该就会发现一件事 发现一件事是什么事 比如说我们现在 我们在学习了佛法 我们也学习法无上菩提心 我们学习修六波罗密广度众生 我们做了功德的时候 我们也会说 我们也会思想思维 我们做的功德 不管是你布施 世界引入精进才能智慧 都观察它是执行空的 我们可以这样做 但是另外一件事 就是已经得了无声发言 还是到八地大菩萨 他们要去做度化众生的时候 去到十方世界 建佛文法 广度众生的时候 他们已经超过阿拉罕的境界了 但是他们也还是这样观察 也都是毕竟空的 空无相无愿 修三三妹的 那么那些大菩萨三三妹 和阿拉罕三三妹是一样的吗 你可以提出这个问题 你可以去加以解释 那么这就是要参考中国的古德大德的意思 他们怎么解释 这就是有实行调 所以现在这个文 在穆迦连准者 穆迦连准者 那一段文 法常济言 灭如相互 法律相互 法无名字 我叫我观古 法律叫我观古 法无形象 如许功 法无许论 毕竟功 那些文和这里面说 不可以菩提者 不可以生的 不可以心的 即灭是菩提 灭如相互 不观是菩提 离如相互 不行是菩提 无一年故 我因为从文字上 无差别 而现在是 唯末局是 开始迷雷菩萨的 那么他说 这个和阿拉罕是一样的吧 你可以想一想 所以这一段文 所以者和菩提者 不可以生的 不可以心的 其实这个地方都是有深浅的 不同的 那么这是 这一段解释完了 这是第三课 正结果弹劾 说完了 现在下边第四课 广说真菩提 前边是破菩提 破这个 一生当得阿多罗三百三不得 破这个菩提 又是劝弥雷菩萨 无以此法 又如天之受法 多罗三百三不得 因此一无退者 弥雷当能此受天之 谁分别 菩提之间 那么这样讲 究竟怎么叫做菩提 就会处理这个问题了 那么下边的 这个米脸菩提 又广说真菩提 就是这样 使命了 魅得无声法眼的菩萨 心在佛的修宵圣道上 心里面还是要有一个 有一个宗旨 不能实现混乱 还是不能的 天太智子大师 引大致顿上一句话 是龙树不是说 佛座道场时 不得义法师 空圈逛小而 幼度于一切 这句话 我们可以思维它 你把这十句话记住 然后从穆建连章 加上现在米脸菩这一章 混合起来 加以思维 可能会有一点意思 可能有一点深意 你可能够 你要不加思维这件事 也就是过去了 广说真菩提 真菩提 寂灭 是菩提 灭诸相故 这和前面那个 法常记言灭诸相故 这文字上应该是没有差别 寂灭是菩提 就是 恶不可得 一切法也不可得 那么就是击灭 灭诸相故 一切相不可得 恶相不可得 法相不可得 空相也不可得 善空 灭诸相故 一切相都是不可得的 不管是菩提 灭诸缘故 前面那个第二句话 法常记言灭诸相故 法灭诸相 无所缘故 那句话也和这个意思 一样 不管是菩提 灭诸缘故 观 你做种种的观察思维 其实不要管了 你不要管 什么呢 灭诸缘故 一切所观的境界都是没有的 一切的分别的境界 都是无所得的 法律诸相 无所缘故 这个相 你所分别的一些相 那个相 是你心分别而有的 你要不分别 就没有那一些相 没有像 这时候 这个清净的真如 就显出来了 是这个意思 所以 不管是菩提 灭诸缘故 我们 要是你静坐的时候 你的舍摩陀 有点力量的时候 或者是你 有的力量应该是 最低限量到位到地定 那当然最好是到舍戒四餐 你舍摩陀 是有力量了 在那有力量的时候 你心里面观 不管是不提 灭诸缘故 我们现在在凡夫的时候 你还没能够赶上阿罗汉 当然你这个时候 做儒式观的时候 就可能直接到阿罗汉的境界 就是你那舍摩陀 你的舍摩陀 如果未到地定 如果是舍戒四餐的时候 就是你心有力量 力量你再加上 那舍摩陀 那观做儒式观的时候 就能到那个第一地那里 当然这是一个阿罗汉所见的第一地 应该是这么说 要是没有力量 你的舍摩陀没有力量 没力量不行 你也可以做儒式观 儒式观但是力量不够 还是在那有所得的 那个地方障碍住了 就像我们遇见什么事情 起了烦恼的时候 起了烦恼的时候 你想要观都观不来了 如果没有烦恼的时候 心平气和的时候 坐那里心灵的既静住 然后坐儒式观 有可能会观上来 所以这很明显的 烦恼是障道的因缘 所以不观是不提 离诸缘故 不行是不提 无意念故 观和行 前面观 这个行也关起来 联合起来观行 其实行就是观 观就是行 也可以这么介绍 或者可以这样说 观是指智慧说的 智慧啊 你由学习佛法 从温世修里面得来的智慧 去观诸法识相 就是观 现在告诉你 所有对观的境界 在法性上都是无所得的 所以离诸缘故 法性是离诸缘的 是这样的意思 这个事情是那样 要是我们 我们初开始 初开始学习佛法 你不观呢 不管会什么样的 不管你就是原来的 贪真识的境界 你没有办法破除这个贪真识的 所以还是得要观的 但是它不应不是完全是观的 另外还有个指 你观完了以后要无分别注 所以这个指和观 我们初开始学习也是两个相报 等到是得无上菩提的得无声发言的圣音 他心里面也是这两个相报 就是一个字一个段 就是这样子 所以不行是不提 这个地方不必和前面相同 也可以用心说 这个心不要动 不行是不提 无以念过 你心里面不要意念 不要意念一切法 心要不与万法为万捋 那叫做无意念 你心不要意念 这个观是心说法 是智慧 是心说法 心在动 心王和心说法一定是合作的 有心说就有心王 有心王就是有心说的 现在要心说你是不行是不提 无以念过 要心说说你 不观是不提 离如远故 这样意思 这个 断是不提 舍诸见故 这个见这个字 是推求的意思 推求也是指导的意思 用执着心来推求诸法的 诸法真实相 那是不能见诸法实相的 所以要是断是不提 就是你要断了你的一切的虚妄分 执着 断出去一些执着 那就是无上不提 这样意思 那这样这是属于断得了 离是菩提 离诸妄想共 离也是无上不提 就是远离一些的虚妄分别 那就是无上不提了 葬是菩提 葬诸愿故 这个愿呢 我们在凡夫的时候 心也有所求 我要求这个 因为是有所不足 就是非要求不可 到了发了无上不提心 德无上不提心 德无上发言以后 是圣人的时候 一入圣道的圣人 他也是有所不足 他也有出德无上发言的人 他也有所不足 有所不足是什么呢 你比如说阿罗汉有三明六通八谢托经 出德无上发言这些事情都没成就 那一看他很快他会知道 我有所不足 很快的会干净这里 那他就要发愿呢 我要有所求 那就是这样子 出德 我们不说我们反腐 就是得到圣道的人 出德圣道的人 他心里也会发很多很多的愿的 你也读《华严经》 斯蒂平你可以知道的 但是到了无上不提的时候 更高的境界的时候 是藏是不提 藏住愿 你要有所求 就障碍你得无上不提 反倒是这么回事 因有愿而能得无上不提 但是因有愿而障碍你无上不提 还是有这个事情 就是一层一层的 有不同 不如斯蒂平无贪着故 这个贪着这句话怎么讲的 当然这些 很高过阿罗汉的大菩萨境界 他还有贪着 像我们凡夫贪着一切境界 这不是这个意思 是菩萨 他们用无所得的波尔波罗密 和大悲心 修削无量无边的佛法 成就无量无边的功德 那个圣庙的功德成就了 他多少在那里也有点分别 也有些分别 我们看那个大圣锦罗罗王经上 这个大圣锦罗罗王谈琴 谈琴的时候 摩和加瑟是听了这个琴心就不安 那么人家说是你是一个心头都恨的佛陀都赞叹的大阿罗汉 怎么今天听那个琴心心里不安呢 这个身体就不安了 心不安谁也不安了 就献出了一些 不是跳舞 我还总是就是要动起来了 你问他了 他说啊 阿罗汉说啊 凡辅三界以内的这个舍生相卫处 我心里面是自在的 但是大菩萨诸法识相的境界 我心里还是有点不安 说这件事了 那这个地方就是无贪着果 就是除世间超过阿罗汉以上的那个圣庙的境界 那个境界 不贪着果 你不要起贪着心 那就叫做不入 如果贪着就是入了 现在是这个意思 顺是菩提顺于如 这和前面那个穆尼连这样的意思是一样 顺是菩提 顺于如 你要违背如就不对了 要顺于如 如是离一切相的 你心能离一切相就顺于如 住世菩提 住法性果 什么叫做住你 就是你有那无分别的智慧 安住在法性脸上 那就是那就是菩提 知识菩提 知识知识极果 这个知就是道 到了实际了 到了那个 诸法如那里就是实际 到了如果你为什么没能到呢 就是有障碍 有障碍就没能到 到了就是无障碍的境界 你们一些虚妄分别 就是到了那个实际了 不二是菩提 离一法过 这个义在 严二必是身义 相当相外处法 义和法是相对的 严和舌是相对的 耳是同身是相对的 现在说义法 假设我们入了禅定的时候 这千五十是不动了 千五十不动 只是第六意跟意识和法在那里相对 这个四三八定乃至非非相定 也还都是第六意识的境界 义与法相对 但是这些大菩萨 他的意思 当然不是三界以内的境界 人家一境界 这个时候 说到这个义和法 是没有二相 义也不可得 法也不可得了 没有这个能所向了 那就是不二 那叫做菩提 等是菩提等虚空过 等 等怎么是不上菩提 等虚空像虚空似的 离一切相 无分别相 是菩提 无为是菩提 无生诸灭过 怎么叫做无为呢 就是你 你弃无了诸法如的时候 心里面没有生诸灭 心里面没有生诸灭 诸法如也没有生诸灭 那就叫做无为 那就叫做菩提 而这个生灭 不是有违法本身的那个生诸灭 是你心里面有各式各样的分别 叫做生诸灭 知是菩提 是什么的了众生心心心股 这个知 是菩提 是什么呢 了众生心心股 一切众生内心的虚妄分别 都在你的那个无分别字的智慧里面献出来 那叫做知 这也是菩提 当然这个不是那个断是菩提和不同了 这个应该是后德制 不会是菩提 诸入不会故 这个会 就是何的意思 诸入不会故 诸入就是有内流入 有外流入 外流入就是舍生纤维出发 内流入就是舍生纤维 内外这个十二入相会和 那叫做会 现在得无上菩提的人 他没有这回事了 他没有能入的舍生纤维出发 诸入不会 这个是 那就叫那是无上菩提 不和是菩提的烦恼息故 这个和是什么呢 就是烦恼和和 这个烦恼和烦恼息 烦恼就是烦恼上 息应该是所知障 就是烦恼的息气 那是圣言的烦恼 那么他们和和起来 和起来那就是 那就不能与无上菩提相应了 不能与第一地相应了 所以这位得无上菩提 修要圣道的人 不和 烦恼和息息 他们不再和你的心 合在一起了 这个烦恼息 不和你的心 合在一起了 那这就是 离构清净的境界了 无处是菩提 是无形舍故 这个 这个处啊 处是什么呢 无处是什么呢 无形舍故 那就是没有这个 雅耳必胜身 甚至相为处 这些有形舍 离一切形舍了 那是无上菩提 无处是菩提 只是说无形舍 只是无形舍 而这个舍 其实是心的影像 要有树 它就有树影 要没有树 也就没有树影 那么一切形舍 是心的影像 就是心不分别了 也就没有影像了 所以无处 说是无形舍 也就是心里一些分别的意思 假明是菩提 明智空固 这个假明是菩提 假明是什么呢 就是佛为一切众生 宣扬的一切法 都是安利的假明智 不用 你也不安利这些明智 没有办法度众生的 所以这个是一切众生 得无上菩提的一个殊胜的方便 所以他是菩提 但是这个明智 你不要指着他 他本身也是毕竟空机的 所以明智假明是菩提 明智空固 如画是菩提 无躯于舍固 菩萨修无量无边的功德 度化众生 也创造了无量无边 出世间的殊胜功德 而菩萨观察这一切 都是如画 神通所变化的事 无取首 他心里面在这一切法上 不取也不舍 那就是毕竟空了 所以也不取也不舍了 是无难是菩提 常知禁锢 这个难 就是散乱 是常知禁锢 得无上菩提的人 他心里面常是寂静 没有散乱这回事情 当然这是非常威胁的境界 善记是菩提 心清净 这个善记是菩提 性清净 这个性是什么呢 就是心 就是得无上菩提的人 他心里面清净 不生起一切无言 所以那就叫做善记 心里面不生起一切言 无分别 善记 无取是菩提 离善缘故 这个 离善缘故 这个善缘呢 什么是善缘呢 这个善是用手 比如我们人上树 用手去善 用竹去圆 这个善缘就是手竹 在树上 善缘上树那个相望 现在他用它来形容我们的心 在一切法上分别 就像手竹的攀缘似的 所以是无取是菩提 心里面不取一切法了 那是无上菩提 那就叫做离攀缘 离攀缘就是无取 就是能分别的心 不分别了 无意是菩提 诸法等故 因为诸法如那定无差别相 诸法是有差别的 在诸法如是无差别的 都是相等的 所以叫做无上菩提 无比是菩提 无可欲过 无上菩提的境界 不能用什么来批语了 所以叫做无比是菩提 微妙是菩提 诸法难知故 这一切法如 是不能用分别心能知道的 这个无分别智慧 这个地方有点事情 无分别智 这无分别智怎么讲呢 就是我们平常的时候 要分别有可能才会明白这件事 要不分别就不懂 不明白这是什么事情 现在这个大菩萨的境界 就是用无分别的智慧 证悟这个诸法如 那是非常不可实意境界 无分别而能知 所以是那接受诸法难知故 这个意思 世尊唯莫杰说是法师 二百天之都生发言 这是第五课 诸天猛义 这句话是弥雷菩提 说的 弥雷菩提 称佛为世尊 说唯莫杰说是法师 前面这一大段 这是唯莫杰所说的妙法 说这样妙法的时候 有二百位天子得无声法音 就是与第一地相应了 按住不动的 孤额不厌一笔温记 所以弥雷菩提 他说这一段妙法的时候 弥雷菩提也没话说 所以我不能去闻病 这上面 可以有两句话 可以说 这个变才无碍 谁也变不过他 当然可以说这个人的智慧 非常的高尚高深 可以这么讲的 但是莫言不变 莫言无语 也可以看出来 这个人的心恋很大 我不和你变 心恋很大 不也是很好吗 所以也不必说是 弥雷菩萨没有说话 说弥雷菩萨智慧不如 那度化众生就是了 我们不必升高下降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或者听我讲也好 你自己去读这个注节也好 这个我是读这个天台志大师的注节 也有这个 会员法师的注节 会员法师和天台志大师应该是同诗的 同诗的 也可能比志大师年纪差不多 应该是这样子 我又读这个 我又读这个 盔吉大师的注节 家乡大师也注节 我又书读 有书不读 这个各位同学 你们听我讲也好 你们自己去读这些注节也好 你会感觉有意味吗 你感觉有兴趣没有 现在好像是我问你们 但是我的意思 你们自己问自己 读这个文有没有什么兴趣 这个意思 我说这话什么意思呢 我还是原来的老话 如果你静坐的时候 你的舌摩陀有点相应 你会有点兴趣 你读这个文 你心里面就会有点感觉 有点兴趣 但是要是 你能够把批布舍诺修的 有点相应的话 你会更有兴趣 如果是什么拖掩不行 也修不来 批布舍诺也修不来 那这件事有没有兴趣 也可能有兴趣 但是那个程度可是有差别 有的人要求法 我们不必像文化学生说那么高 有的人不许生命的要求法 有的人那天很冷我不去 这个也是求法 都是求法 有程度的不同 为什么有程度的不同 所以我不会答应 这我不会答应 感谢观看